薑蒜泥 大家好我是姊夫 姊夫的厨房經常會遇到要醃肉和做醬料的時候 先把薑蒜泥打起來 會減少很多事前準備的時間 今天就來分享姊夫製作薑蒜泥的方法和怎麼保存 這些是一般常見的廚房料理機 大家可以用家裡現有的機器來操作 姊夫習慣用果汁機來操作 製作薑蒜泥的材料有蒜頭 嫩薑還有飲用水 嫩薑要接薄便 盡量把纖維接斷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要準備一隻像這樣的湯匙 湯匙要有弧度 長度也要夠長 我們會需要這樣的湯匙在操作的時候幫助循環 在打薑蒜泥的時候要注意 湯匙不要超過果汁機杯子的一半 用手掌握緊湯匙做為一個參考點 往下壓蒜頭的時候幫助循環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先加200cc左右的水 這是薑 我剛切點的薑 把它加進去 然後我現在大概抓200的蒜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 那剛開始我們用順轉 瞬間的方式 順轉的方式把它做一個循環 請仔細看 姐夫用湯匙幫助薑蒜泥循環的方式 要注意安全喔 大家先稍微打一下 再加蒜頭 我們蒜頭大概可以分個四四五十 慢慢加 不要一次加下去 一次加下去它不好打 一樣我們先用順轉 用湯匙幫助循環的時候 要注意湯匙的深度 不要超過果汁機的一半 就會很安全喔 怎麼用湯匙幫助薑蒜 姐夫用靜拍讓大家看清楚 好囉 你看我們現在有又綿又細的薑蒜泥 就像這樣子 接下來在我的影片裡面 如果大家有遇到要做醬藥 或是要做醃肉的部分 都會用薑蒜泥來做操作 一包三百公克 好 我們把打好的薑蒜泥 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怎樣的收藏 那稍微壓扁 壓扁 不是壓扁是不是 壓扁 然後咧 好 把它點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弄在 我們這個浦泥盤子上面 好 那它是平的 我會這樣做 其實我有原因的 通常我要拿來用的時候 你看它是平的 它是三百公克 如果我是要五十公克 我大概切六分之一 如果我要一百公克 大概就切三分之一 好其實這個大概就好了 另外一點也是很重要 好這樣子的話 可是等到它冷凍了之後咧 變硬了之後咧 好 我們可以把它叠起來 好 就不會在你音箱的空間 好 各位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冷凍的它會不好切 它其實很好切 要我示範給你看嗎 一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 事先做好的薑蒜泥 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你一定要試試看喔 姐夫的食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先加兩本西酒溜的水 再把蒜都加進去 再加燒蒜 再加燒蒜 蒜角是那個 你會兒嗎 我打倒搜射 看得到 你會儿呢 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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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